尿是人体的倾倒肤 尿是健康的情语表 你有观察尿色的习惯吗 正常的尿色是什么样 尿色发生改变会亮出哪些健康警示灯 健康之路 看尿色变健康即将播出 今年七十岁的李大爷 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习惯 自己小便的时候呢 追棺材一样 上完厕所 总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尿色 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从四年前时起 晚上回来了以后 记得要小便 一小便 画了一下就好 这好像不上对头呢 为什么从来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而这尿色却变红了呢 这个医院看看这个手法 那个医院看看那个手法 也做过笔槽 也做过这个体液 什么各种肝 都做过以后 最后膀胱镜插过来 就是那个膀胱镜插过来 紧接着 李大爷就接受了膀胱切除手术 从手术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李大爷说 如果当时不是留意了尿色的变化 恐怕这个膀胱癌就不能及早发现 自己能不能活到现在 还是个未知数 从此 每次上完厕所 观察尿色 就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呢 大家也了解了 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去聊的这个话题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讲 仔细的变一变自己的尿色 还真的就能够代表一个人身体健康的状况 那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在演播室 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 我已经介绍一下 他们是来自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秘尿外科 我身边的这位是咱们秘尿外科的顾小健主任 您好 那另外一位呢 是这个咱们秘尿外科的卢子杰副主任医师 您好 那我想我们要讲这个话题 首先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 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体会产生尿 尿有什么作用 尿是怎么产生的 是的 这个尿产生的原理呢 我们用个简单的办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人开始喝水 当水喝进去 我们口腔以后 它就通过食道进入到胃里面 对 由胃里到肠道 在肠道里面我们把水吸收掉了 当水分吸收到血液里面以后 它会在身体里面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可以把一些毒性的物质都带到 然后进入到肾脏 肾脏是我们一个大的过滤器 它会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有毒的物质 包括尿液水分这些全部滤出来 形成了我们的尿液 尿液通过塑尿管排到膀胱储存 然后由膀胱排到体外 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尿液 这就是排尿的过程 这个是排尿的过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专家在讲的时候说了 说尿的产生的过程当中 它承担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它都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功能呢 尿液的主要功能 首先第一条就是把水分排出体外 水分 当然是多余的水分 多余的水分 对 因为我们人体内是平衡的 如果喝得很多水进去 如果没有排出来这么多水 那你人就肿起来了 就变成很粘一样 那么如果排得过多也不行 排得过多你人就毕掉了 那人体没有水分 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把我们身体代谢过程中间 所排出的一些有毒的物质 顺着尿液一起排出来 所以尿太少 这些物质它就带不出来了 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一天应该去几次厕所 有几次排尿 然后大概量应该正常的是多少 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话 大概一天在小便的量是1500到2500毫升 那么去上厕所的厕所 一般来讲白天大概三到四次 晚上一般是零到一次 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 它的尿液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正常人尿液的话 它应该是个淡黄色 透明的 它没有这种沉淀 混测这种现象 我们正常情况下 在正常喝水的情况量下 那么颜色应该有点像淡淡的那种柴水的颜色 很淡的那种柴水一样 当然你如果喝水很少的话 它也会浓 可能比较浓的柴水的颜色也会有的 但是你喝水多一点 它马上就会变淡 然后您刚才说了一个 就是要有亮的感觉 清亮的感觉 对 就是清澈透明 清澈透明 然后淡黄色 大家要记住了 这是健康的 正常的尿色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说 如果在您的排尿过程当中 您注意观察说发现有很多跟这个标准不太一样了 那可能会说明你的身体有问题了 我们想请问一下专家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 比较常见的这种不正常的颜色的尿都会有一些什么颜色 现在我们实际上见到最常见的不正常的颜色就是血尿 血尿 我们这里有一个牌子 尿色变化健康 第一个是血尿 红颜色的尿 红颜色的尿 这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还有一些黄颜色的尿 黄颜色 跟您刚才说那种黄就不一样了 它会是什么样的 它那种有的是深黄 像浓沙水一样的 还有的像这种黄的比较厉害的 像橘子皮一样的这种颜色 像橘子皮一样 对 有比较刺鼻的味道 它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刺鼻的气味 另外可能还有些白尿 白尿 对 白色的 会是什么样的白色 那么有的像桃米水一样的颜色 就洗大米颜色 当然我们现在有的大米是很精细的 可能看不到这个颜色 逃不出这个颜色 还有严重的就像酸牛奶一样的 里面还有一块一块的白色的 那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看还有一种叫什么 混浊状的 对 要比较浊 混浊泡沫的 还有泡沫尿 泡沫状 对 小外边以后发现上面一层泡沫 讲到的血尿 黄尿 白尿 混浊尿和泡沫尿 这些如果在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话 都会说明我们的身体健康 要已经出现预警了 对 有可能是有点问题了 咱们先来说说血尿 如果说出现血尿 会说明有什么问题了 要注意什么了 如果出现血尿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病态了 主要出现血尿 因为小便里面混有血 在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被应该见到的 所以我想在这把血尿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血尿产生都有一些什么情况 好的 来看一下 那么在我们人体泌尿系统中间 由肾脏 塑尿管和膀胱所组成的 在任何一个部位 如果出现病变 它都可能会引起血尿 你比如说在肾脏的结石 塑尿管的结石 或者是膀胱里面长结石 它由于结石在里面摩擦会引起破裂 破损它会出血 那么在肾脏塑尿管膀胱里面 如果长肿瘤 这个肿瘤破裂 它也会引起出血 也会引起出血 另外一个就是炎症 炎症 炎症也会引起出血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由组织上面的出血 混在尿液里面出来 排到我们体外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红色的血尿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症状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出血量比较大才能看到 对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出血量 就是比较大 刚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不到 对 有的时候临床上有一些血尿的话 它并不是眼睛能看到的 它要通过医院的血微镜 才能看到 它在血微镜底下看到有血 那么其实这种血尿的话 在临床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马先生计算机行业从业人员 自觉症状尿黄 像土一样的泥土一样那种黄 马先生平时工作很忙 有时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在他看来 尿色发黄 恐怕和喝水太少有关系 去买点菊花茶 吃点青火的药啊 食物啊 大概一个礼拜了 以后还是挺黄的小便 吃青火药 喝菊花茶 这尿色为何还是这么黄 难道说还有别的问题 网上说有可能是肝炎 肝炎 看到这个病名 马先生只觉得心中一凉 肝炎有传染性 我就害怕我周围的同事都知道的话 其实我看不起我 或者不跟我接触 我害怕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影响吧 自从怀疑得了肝炎 马先生觉得自己的尿色变得更黄了 甚至连脸色都跟着黄了 看来已经是病得不轻 不能耽搁 赶紧去医院吧 大夫给我抽了血 做了化验 他说各项指标挺正常的 不是肝炎 不是肝炎 那尿色为什么会黄 医生建议 马先生再去泌尿外科查查原因 我就又到外科 外科去看了一下 大夫给我做了B操 说我是胆管结石 说我小便黄 就是和这胆管结石有关系 胆管结石也会导致尿黄 马先生觉得颇为意外 实际上它这个尿里面的黄的成分是 胆红素 这种东西是来自于肝脏的 是消化系统来的 它进到尿里面 它怎么会进去呢 所以我在这再给大家放一个短片看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肝脏的作用 肝细胞可以产生胆质 所需要的这个成分 胆质这些成分都是肝细胞所产生的 它产生以后通过胆管 储存到胆囊里面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需要胆质来帮助消化的时候 胆囊会把胆质挤出来 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 所以正常情况下 胆质是应该进到肠道里面的 当胆道给阻塞的时候 那么胆质就进不到肠道了 它就淤积在肝脏里面去了 淤积在胆管里面 这个时候 这些胆质 包括肝细胞损坏以后 破坏以后产生的这些 胆红素 它就进入到血液里面 从血液进到肾脏 去滤锅 因为大量的胆红素 在肾脏滤锅的过程中间 它就滤到尿液里面去 水的尿液就排到体外 是从消化系统进入到血液 然后再从血液 又经过我们的肾脏过滤才进去 然后进到里面 所以 这个就更加印证了 我们今天两位专家 要告诉大家的健康概念 时刻留意自己的尿色 真的是能够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 健康预警 这个黄尿的过程 我们已经了解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讲 怎么讲 就是正常健康人群 也会出现这个黄尿 一般这些都是什么原因 刚刚顾主人讲的 这个就是黄尿的话 它是尿里面含有这种 胆红素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有的时候 小便也是黄 但是它里面不含有胆红素 所以这也是一种 有的时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比方讲像你刚刚问的 就是说早上起来就是小便 颜色比较黄 那么可能一夜 喝水比较少 小便比较浓缩 它可能会有这种 颜色比较黄的小便产生 那么都会淋水以后 它这种颜色就会转淡了 那么还有我们饮食上面 如果过多的吃了一些 辛辣刺激的食物 那么它有可能会 就是说小便 会有这种黄颜色 丁大爷61岁 自觉症状 尿色像桃米水 尿白像桃米水一样白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乳迷尿 究竟是种什么病 丁大爷不太明白 就这样 隔三差五的 尿色就会变成桃米水 但似乎对生活 没有太大的影响 丁大爷也就没放在心上 而最近一段时间 丁大爷的身体 却出现了新的状况 你吃肉吃混的 吃蛋白质高的 都不行 一溜 食进场了 头发红 铁发送 那么就辛苦 肉不能吃 浑身乏力 尿色也越发的像桃米水 它们之间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乳迷尿 听起来可能有点怪怪的名字 理解不了 所以我们叫它白尿 我们暂且叫它白尿 通俗的说 它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尿液 我们首先要讲人体吸收油脂 脂肪和油 在人体要吸收的 我们都要吃的 怎么去吸收 它首先要在肠道里面 通过胆汁把这种油给它乳化掉 对 因为油跟水是不容的 不容的 我们就吸收不进去 对 你吃的太油腻了 来不及吸收就会拉肚子全拉掉 胆囊切除的病人 或者有胆囊炎的病人 很容易拉肚子 为什么 它乳化不了脂肪 我们把脂肪乳化以后 我们才容易在肠道里面把它吸收 吸收到哪去 吸收到淋巴管里面 吸收到淋巴管里以后 再到血液里面去 再到血液里去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营养物质了 但是当我们淋巴管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个小样 您还是给我们一个图 我们看得更明白 看得更明白一点 进入到血液的乳化以后的脂肪 通过淋巴管进入到血液 它就要进到肾脏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尿液 尿液产生是经过血液到肾脏 在肾脏里面进行滤过的 但是这个时候肾脏里面的淋巴管破掉了 那么淋巴管破掉了 在淋巴管里面的乳化的脂肪 就全到了尿里面去了 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到体外 所以我们的尿看上去 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 是合并有乳化脂肪的尿液 它是白色的 那我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说他一吃肉 就会出现这种原因了 是因为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脂肪 而且这个情况也是 他除了通过看尿液的变化之外 他自己是没有感觉 什么疼什么的都没有 没有任何感觉的 小便出现白色的水渣的话 我刚刚讲了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小便当中 含有那种固寂的成分 因为它溶解在小便当中 那么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像一些基金 尿酸炎的 或磷酸炎的基金 它就容易沉淀下来 那么这种残渣 这个不是说有什么病了 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 如果说这种残渣比较多 比较多 然后小便 又有种 半有些小便的症状 就是有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可能要到医院去 进行一些尿肠柜的检查 有的时候尿路感染 这些东西 它也会有这种出现比较多的这种水渣 张女士 40岁 自觉症状 发烧 泡沫尿 就是前几天 发烧了 发烧了 我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到了医院里头来 大夫给我一检查 然后其中有一个 小便常规一看 上面有个蛋白 上面写了四个加号 大夫就说 我得了肾炎了 医生说 张女士得上肾炎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一直就有泡沫的尿 早就发出了疾病的预警 小便当中呢 大概可能也有十几来年了吧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早晨起来小便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看到那个马桶里面 那个小便啊 就像那个洗衣粉水一样 那种 但是呢 它又不疼 又不痒 也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 我也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它 同样是排尿时起泡 而边先生听到的 却是和张女士 不一样的诊断结果 那个尿呢 就是跟那种 就是啤酒磨似的 就很厉害 就是磨特别多 尿不清澈 像啤酒磨一样 边先生得的又会是什么病呢 跑医院做这个 血糖的一个化验 参前的血糖出了以后呢 是15.6 参后两个小时出了以后呢 是25.6 待会儿再说 你这肯定是糖尿病了 需要你得住院治疗 都是泡沫尿 它被诊断为肾炎 它是糖尿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呢 我们因为看到的是尿 尿液里面 它只要有某些成分 在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这个尿液的粘稠度了 它都会引起泡沫 尿液的变化 尿液气变化了 那么可以引起泡沫 含糖尿病 它是糖分比较多 它糖分排出到尿里面 它也可以引起泡沫 那么剩盐 它是蛋白尿 蛋白在尿液里面过多 它同样也会引起 所以有些有机物质过多的时候 在尿液里面 它都容易引起小便气泡 我看您还是给我们放一个片子 让我们先明白一下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 蛋白不应该进入尿液 如果蛋白都进入尿液的话 人都没有营养 没有营养 营养全部没有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血液中间 是有很多的蛋白的 人体们是由蛋白组成的 当这只血液里面的蛋白 进到肾脏里面的时候 我们正常情况下 滤过的过程中间 肾脏里面是有一张网一样的 像一个筛子一样的 大的蛋白分子 还有血细胞 它是不能通过的 这个网 砂疮也 风能进 蚊子进 但是当它破坏掉的时候 某些疾病破坏的时候 这个孔就变大了 那么蛋白分子 它就可以滤过 就跑到尿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 尿里面就有很多的蛋白 当这种蛋白比较多的时候 你排出来的小便 垂落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 糖尿病 它是糖 糖分比较多 它糖分排出到这个尿里面 它也可以引起泡沫 人人都想拥有健康红润的脸色 而脸色的好坏 与什么有关呢 人如果身体不健康 可能会拉荒 胖白 我觉得可能 他精神稍微有点牵涮 那么面色的好坏 与身体的健康状况 有关系吗 人的面色呢 应该说呢 是直接摆在你的健康状况 什么才是健康的面色 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好面色 健康之路 看面色 化健康 下期播出